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 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 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又說一說 有人又是不生性 什麼人呢 就是一些去烏克蘭參加所謂 國際志願軍或者叫國際義勇軍的人士 這次 就是兩名 美國的退役軍人 媒體報導 他們應該就是和俄軍戰鬥當中 成為俄軍的俘虜 亦被俄軍 俘虜了,當然 美國國務院 他們就說 暫時是沒有辦法 是百分之一百肯定這個消息 但是 基本上很多的媒體都說了 包括這個 Telegram 即是電訊部 還有就是 這個 CNN 還有這個獨立部 其實很多報紙都說了 那麼當然 究竟是不是百分之一百呢 美國 國務院就未肯定 但是基本上我相信 都是 幾真實 因為 他們是把這些人的全部資料都有出來 而且透過他們家人的訪問 基本上就證實了這兩個人兄 是應該去了烏克蘭的 雖然 布林肯就說未是百分之一百去確實 但是 他重申一次 美國政府完全不鼓勵美國公民 去參加 烏克蘭的戰鬥 根據美國媒體幾家媒體報導 有兩位人士 一位 就叫做 阿力山大 德魯克 另外一位應該是越南籍人士 因為他的姓王的王 是H UYNH 這個就是Andy Huang 跟這個香港的王長兄王長法是同一個 因為他們都是 越南華僑 也是這個王 39歲的那位西人 應該是白人的男子美國人 就是阿力山大德魯克 另外27歲的就是Andy Huang 即是王安迪 他們 也是作為所謂的 志願軍或者義勇軍 就成為了 俄軍的俘虜 他們是為烏克蘭機械化 步兵 第九十二女伏役 講到這麼詳細基本上這些消息 我覺得 應該都是 真的 報紙也說CNN 就說他們 是 挺厲害的 第一批被俄軍俘虜的美軍 因為這兩個人士 其實都曾經在美國參過軍 他們兩個都是美國的退伍軍人 這兩個軍人的 一名 前線戰友就向媒體報料 就說這兩位美國公民 就在哈爾科夫 東北三十英里的 一條村 叫做 伊茲 比茲克村 就進行戰鬥 這條村 他們都很大膽 這條村 原來距離俄羅斯邊境 是不到五英里的 戰鬥期間 遭遇了一支 規模遠遠超過 他們部隊的俄軍的襲擊 在戰鬥當中 這兩位 前美軍 是被敷 他們的戰友也跟媒體說 他們獲得的情報出現錯誤 本來情報 就說 這個陣很安全的 不用擔心 俄軍已經逃跑了 但結果是什麼 俄軍原來 已經是開展了對於這個地方的 進一步攻擊 即是倒橋翻轉 你說他走了其實他是進軍 他們就開著兩部T72坦克 和多部BMP-3的裝甲車 還有大概100名步兵 當時 計算這兩個哥哥 只有10個人 那你就算是赤手空拳 一對10也有點難度 Rambo嗎 這個真的是 Rambo也是演戲 老闆 10人小隊就決定立刻離開 但是 在一陣混亂之下 人家說 Andy和Alexander 即是他們這兩位的名字 Andy和Alexander 不見了這個雙A 兩個都是A字頭 當然 在後續的搜救工作當中 亦都搜不到他們 當晚 一個 俄軍經營的Telegram的頻道 就出現了 一條標語 一個短消息 上面就寫著 剛剛我們 就在哈爾科夫附近 是俘虜了兩名美籍的僱傭兵 兩個人 的 失蹤 和這則新聞 是挺吻合 而且在哈爾科夫附近 所以 這兩個人的戰友 就估計 這兩位戰夫 就是 Alexander 和Andy 因為 在他們所在的小隊當中 美國人只有他們兩個 那應該就不掉了 當然 他們的戰友就說 他們不是什麼僱傭兵 也不屬於什麼民兵 他們只是在 烏克蘭 武裝部隊 指揮之下進行服役 所以 這兩個人的失蹤 亦是令到大家很擔心 你記得 其實兩名的 英國兵 被判了極刑 當然是未行刑 所以 會不會他們也有相同的遭遇 應該會 俄羅斯手上如果多這些戰夫的話 手上的牌多很多 你夠不夠 你夠不夠 所以 那麼多西方國家不單在西方國家 是全部的 所謂 美國的盟友 都是叫他們千萬不要 去這些 戰爭的前線 所以上次那幾個BNO家政 臨時肅沙 做得好 也不會 不過如果他們 真的被 俄軍俘虜了 究竟說他們是中國人 還是英國人 大英會不會救 應該不會 被判極刑那兩個是真BC 是真的有英國護照的 不是BNO 當這兩個人失蹤的消息 公之於眾的時候 他們覺得 俄方的高層 肯定會知道這個廢話 如果你真的抓到兩個美國人的話 等於 不敢說撿到保 但是起碼對於 俄羅斯來說 多了很多籌碼 這兩個人戰友更加 告訴CNN 希望 今次把這兩個人的身份曝光 可以減少 關押他們的人 靜靜地 擦低他們的可能 這樣其實也是對的 因為你起碼知道 這兩個美國人來的 我相信 如果真的證實了是美國人的話 拜登也不會不出手 起碼都譴責 或者叫放人 或者像卓慧斯那樣 嚴厲譴責 英國的外交大臣 何況如果證實到他們兩個 是美國公民的話 應該也不會這樣 是你說得對 搞定了他們 好像對你沒問題 如果留在身邊 還有一些頭碼 是呀你對 你對 所以這兩個人 我覺得暫時應該是安全的 另外 我們之前說的那兩位英國人 被判極刑的那兩個 我相信都沒有那麼快搞定他們 美國媒體的分析就是 兩位美國人被判 是具有 外交敏感性 因為俄羅斯可能 就將他們作為 和美國 談判的籌碼的一部分 而且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 美國和他的盟友那些國家都叫大家公民不要去呢 因為俄羅斯可以說 你美國直接參戰 你不要不承認 他是美國人 他有美國護照 所以 亦都可以說 這個就是美國直接參戰的證據 俄羅斯總統普京 當然會要求美方作出重大的讓步 這樣才可以換取這兩個美國人的 釋放 其實39歲的 阿利桑達 就來著美國的 阿拉巴馬州 塔斯卡路撒 他就是在 發生在9月11號那件事件之後 加入 美軍的 陸軍 曾經在伊拉克服役期間 擔任上司 他68歲的媽媽 就告訴媒體 阿利桑達曾經是 在 護送 貴賓通過 巴格達的車隊 當中 是擔任過高級炮手的 這項工作 令到他 不斷成為 一些極端分子的目標 導致他是幻想了這個 創傷後 應激障礙 退伍之後 他自己就很難找到份工 而且 他後來找到份工就做警察的 不過又是這個 後遺症 令到他 就不可以做這份工 跟我朋友一樣都去過阿富汗 做不到工作 不敢 這位阿哥 他就看到電視 就看到 我戰爭的爆發 令到他看到一個新的機會 可以好好利用他的軍事技能 他媽媽就說 Alexander 他堅信 是 需要有人來阻止普京做壞事的 否則 會發生另外一場世界大戰 他說 他知道怎樣去 訓練士兵 可以盡自己 勉駁之力 他媽媽證實了他真的是外上烏克蘭 他媽媽就說 他去到烏克蘭我也很擔心 也證明了他真的去了烏克蘭 但是一到那 我聽到他 個人好像變了 他那麼多年 都不是那麼開心 但是他一去烏克蘭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很高興 他也喜歡 帶著使命感 回到軍事的世界 他跟我說 已經完全愛上了烏克蘭 他媽媽就說 最初 他兒子告訴他 他只是 負責訓練烏軍 但是 在上星期 他收到他兒子最後一條短訊之後 他就 說 兒子這條短訊 好像是暗示自己將會失聯一段時間 他媽媽也說 自己現在盡力保持堅強 不要令自己崩潰 嘗試每天告訴自己 兒子我愛你 你要注意安全 另外 他兒子 每一次發短訊給他 都不敢透露很多戰士的細節 這樣也正常 不可以說出來 而且美國大使館 向我保證 他會 盡一切能力找回他的兒子 而且是生人 不是屎人 這個 不道理說 戰爭很殘忍 你說是找回生人不是屎人 但是 你知道 你被轟的時候 那些 飛彈沒有眼 對 所以 如果這位 Alexander的媽媽 說的話是真的話 我相信 他應該就是鼻孵了 另外 Andy 王聲 他是越南裔的 出生在加州 但是 居住在 阿拉巴馬州的 田納西河谷地區 他在那裏 讀大學和學習機械 人的技術 他以前 曾經在 美國陸戰隊服役四年 不過 完全沒有實戰經驗 嘩 這麼狠狠 在那裏那麼久都可以沒有實戰經驗 你去做什麼 技術 技術兵 OK 他的 未婚妻 就叫 Joy Black 應該是位白人 就說 從俄乎衝突爆發第一天 即是2022年2月24日起 他就經常說 我要去烏克蘭做志願軍或者叫義勇軍 一直 在他霸口中說來說去說來說去 他就說 Andy跟我說 他們以60個型的兵力 進行進攻 起初 他 未婚妻就說 我覺得他是開玩笑的 從來都沒有覺得他是認真的 但是 當Andy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 有一位 年輕的烏克蘭人 就說 一滿18歲就立刻上前線的這個故事 感動了他 這些事很多時候都是西方Papaganda 可能是真的 我也不敢說假 但是有多少呢 老實說 很殘忍地說 很多人都是貪心怕死的 老實說會太直接了 但是有誰願意離開自己自襯 沒有哪幾個的 如果有得選擇 當然他未婚妻就覺得 他當時已經是滿腔熱血 很想去烏克蘭幫人 之後他未婚妻說 你不要去 他試過很多次去勸他 不過 最後 他也是心意已決 決定奔赴前線 CNN呢 亦都說 都幾浪漫 有點像這個 天下浪之筆 什麼你一人 不善年 居然 在 奔赴前線之前是定婚 很浪漫 兩個人決定在Andy 奔赴烏克蘭前線之前 舉行一個定婚的儀式 這樣他們就不會面臨 剛剛結婚 就要分離的局面 啊 但是你剛剛定婚就要分離 大哥 很多 要 趕往前線的 男女 都是要 做一些 不懂 一些契約類似的東西 等你去到 他方作戰的時候 心裏上有一個 支持的力量 你記得 初初戰爭之初 有一對 年輕的烏克蘭 男女是結婚的 穿着軍裝 他是定婚而已 Andy 和他老婆 Joy Andy就說 不用擔心 等我回美國 我們就可以 好好享受 婚姻生活 而且 Andy 在離開之前 還特地在當地的教堂 接受了 洗泥 他就告訴牧師 我受到了上帝的感召 上帝已經指引我去烏克蘭 希望 你可以平安回來 一般來說這些東西是你自己想的比較多的 我不是不信神職 但是說到這麼神奇的話我總是第一個疑問的 他很需要一些信任或者一些契約的支持 精神力量會不會是呢 沒錯 是很需要的 因為你剛才也有說 有朋友 曾經去過戰場回來 心理上也不太行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支持 在戰場上也很難 保持鎮定 你對 有宗教力量 精神是好一點 原來 三天之前 他未婚妻 接到Andy的 戰友的電話說 Andy失蹤了 他接受 CNN訪問的時候 亦都說 目前美方能夠確認的 只是有兩人 當然是兩名美國公民失蹤 但是兩個人是不是真的被俄方抓了 不知道 你知道 不過 剛才說的 Alexander的 母親就希望 如果 Alexander和Andy 真的已經被俘虜的話 美國外交官能夠撕壓 令到他們的兒子 可以回來 他亦都希望 烏軍是可以把 這些戰夫和俄羅斯交換 換回他們的兒子 和未婚夫 對於 兩位美國退役軍人被俄軍俘虜的消息 美國國務院 他們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就說 我們有密切地關注這個情況 已經和烏克蘭方面保持聯絡 不過 出於對 當事人私隱的考慮 所以我們是不會有進一步的評論 應該從側面來說 他們都屬於承認了 另外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戰略通訊協會 成員 John Kirby 其實 他在 這個記者會上也說 美國現在是關注 兩名美國 退役軍人在哈爾科夫 被俘虜的這個報道 他亦說 暫時 不可以肯定這些報道 沒有辦法證實 不過他說如果是真的話 美國一定會盡一切的努力 令到這兩個人 安全回到美國國土 Kirby亦說 希望美國民眾知道 美國政府的建議就是 千萬不要 去烏克蘭的前線參戰 烏克蘭是個戰區 這個是一場真實的戰爭 如果你對烏克蘭 充滿熱情的話 有無數其他的方式 可以做到這一點 亦有更加安全 而且 同樣起到作用的方法 去幫助烏克蘭 烏克蘭不是美國公民應該前去的地方 他也挺老實 老實說 我覺得當時澤年斯基 這樣號召全世界 那些人去烏克蘭 我覺得他也是糟糕的 我覺得他也是糟糕的 因為現在看到 各個國家都很擔心他們公民 真是一個大吉利是 這些被敷人 被捕的人 被囚禁的人 真的有一個沒有了 他們都很難向國民交代 現在 亦都希望 那些 人可以有機會就走 我不是說 做 逃兵是好 但是 既然你們國家都叫你們 不要上前線 為何你們還要上去呢 而且你們 很多參加過國際義勇軍 然後回國的士兵 都說條件太差了 供應、軍備等各樣都不太行 軍紀都差 軍紀都差 難聽說 去到真的做炮灰 是的 沒有多少個 好像 韓國 李根大衛 他也受了少許傷 是的 那他也要蹲牢 他也要蹲牢 全身而退的不是很多 在南韓蹲牢 我想都比做 戰夫的 戰夫可能你會命都沒有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